中国 握手 才去方 一个泛战剧义者的思考 如果你是一个泛战剧义者 那么在你的词典里 就没有暂时 英雄 痛学 没有鞋于祸 刀于枪 旗帜与冲锋好 让舍己施杀的双方 防其整敌 奏取掌好 相互无所掩护 人民与人民之间 有什么深仇打痕 果子泛成归乡 关闭每一个征兵战 智慧部 少数 基地 引发 消灰所有的汤客 打炮 扔兵器 勒兵器 核弹头 划锅为敌 妥协军装 把天空交个火瓶之一 把大海交个商权 骇料 把大敌交个耕作与建设的人们 交个岛楼 岛田 锅园 桥梁 交个学校 社区 儿童乐园 与狗舞 广场 交个连爱与锅肠的人们 扯去所有的海关 边防 铁丝网 推到铁蒙高墙 搞别英雄 用别的武器 没有一场战争能彰显正义 也改决不了灯火纷争 只会把盗火属与更烈心的杂油买下 永久活平 永远自斩 买下十节之邦 这不是不能实现的远景 也不是游子的幻想 只有动武一宠直男的战争法则 恶人应该比动武力行高尚 十海之类皆兄弟 只有通知者沉迷于 真套沙发 攻城掠地 九霞的一切都是尸身的骨斗隐藏 邪恶的敌人举打在自己的体内 苍穹之下 尘头之上 一席间霍光冲天 硝烟弥漫 十枪飞奔 踏楼 坍塌 不再人流于之 尸身喧哗 多少人颠沛流利 逃离家乡 多少家庭死去了亲人 儿子 丈夫 多少年轻的生命 装进了丝带 多少人拖住产区 鸟斗与生 人们死去了未来 也死去了欢笑 独裁者与元首们并不明白 什么叫魔鬼的贼物 什么叫王者的荣耀 什么叫懒人的担当 都是些身居高位的额母 又心力缺陷的疯子 没有一失人类情怀 恍人激动精神 与菩萨心肠 如果你是一个泛战剧义者 那么在你的词典里 就没有同胞 民仇 国家 公盟 纪念碑 与青铜乡 没有同仇敌开 同归与金 也没有奏国之年 与强国之缘 把整恒仇杀 与埃国之一 挂在这一上 时温十年特洛伊战争 围绕杀 与国听谁害人的 直我举张 英雄奥德塞尔就是一个战凡 神圣的罗马帝国 与不括金凡的哈布斯堡王朝 经由南战 所有的强量都会折弹 所有的敌国都会倒下 所有的几分震荡 归于以小 只因已死 手心难移 伤心病狂 如果你是一个泛战剧义者 在你的词典里 只有和平 和解 与人类之癌 只有协调 协商 与宽庸 力囊 事实上每个国家走够大 地球上走够我们居下 只要散之 就不会有公难的国公 也不会有激进 匮乏 熟冷 欺压 痛苦不安的眼泪 并非远之灵国 而是自己国家梁朝 所有的战争都是雷战 我们都在一条 漂泊的 穿伤 所有人都有一个梦青 并挨住他 而所有的梦青都讨厌战争 只有够两样的东西 才好行尸 打仗